俗哥说电影 报告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 美国的惊悚片 《俄国新娘》 影片一开场 丧偶的亿万富翁 王德白正在婚恋网站上 挑选自己的一中人 他看了半天 也没发现一个靠谱的 这个时候 俄罗斯的单亲妈妈春花 引起了他的注意 尤其是当他看到 春花的闺女小萝莉后 马上打定主意 开始跟春花联系了 春花的前夫是个瘾君子 整天吊儿郎当的混吃等死 什么本事没有吧 脾气还挺大 为了不让女儿受到影响 春花一直拒绝前夫的闺女线票 单亲妈妈带着个女儿 确实不容易 收入不稳定 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春花一直想找个 有钱的男人像 希望从此能过上 锦衣玉食的生活 他在婚恋网站上 发布的信息 被亿万富翁王德白看到后 命运即将发生巨大的转变 经过跟王德白 一段时间的网聊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春花知道 像王德白这种 有钱的老男人非常强热 出手如果太慢 肯定会留下终身的遗憾 为了防止夜长梦多 主厨的鸭子在飞了 春花不顾家人的反对 带着闺女前往美国 去跟王德白见面 春花的妈咪说 你到那之后 一定要跟你的舅舅联系 她会照顾你的 经过长途跋涉 春花终于跟王德白见了面 王德白看上去 年纪确实不强 不过精神头还不错 身子我也挺硬了 说话的底气也足 能看出来平时的伙食不错 随后春花和小萝莉 跟着王德白来到了 郊外的一个庄园 春花一看 王德白这经济实力 心里可乐开了花 心里花 等我把这糟老头子熬死 这一切全是我的了 王德白的用人大头是个哑巴 当年王德白的爹地 从匈牙利的孤儿院里受养了 虽然表面上看着像我海蛋 其实人还是不错 王德白家的管家婆冷淡 一看面相就不是什么善美 虽然他极力表现出 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 但一看就是在演戏 而且还不走心 要说王德白是真用了心的 小萝莉的卧尺 面对天上掉下来这么大一下雨 春花是热血沸腾激动的不行 小萝莉无意中摸到了 王德白儿子的房间 当他正拿着小正太的照片看的时候 王德白家的大狼狗突然出现 把小萝莉吓得急忙钻进了柜子 这个时候 他发现一位穿婚纱的女人 正冲着他笑 小萝莉一声尖叫 当时就吓尿 听到动静的王德白和春花 急忙跑到小正太的房间 小萝莉说柜子里有个女人呢 春花打开一看 原来是个穿婚纱的人体模型 春花说这谁的房间呢 王德白说是我儿子的房间 春花说怎么从来没听你说我还有个儿子 王德白说 他一出生就得了线立体的疾病 当我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 他的个个脏迹已经开始衰竭了 我老婆承受不了这个打击 不辞而别离开了家 就像肉窝的打狗 从此一点音许也没有 王德白这座别墅虽然挺好 但毕竟年头长了 线路都老化了 时不时就会停电 虽然有台发电机 但比王德白的年龄还大 一干活就体股筛康浑身发抖 小萝莉说 这房子太大了 我有点害怕 而且这里还闹鬼 春花说那不过是一个人体模型而已 别自己吓自己 春花和王德白很快便举行了婚礼 亲朋好友来了不少 除了他舅舅其他人 春花一个多人 在闲聊天的时候 春花的舅舅说 我在别的地方听说过你的医疗室 听说你这曾死过一个女孩 这到底什么情况 王德白说 那女孩因为做龙胸手术 在我的医疗室修养 当时我给了她一点麻烦 可没想到她有吸毒室 这两种药物一进一动 最后要了她的命 吃完饭 春花的舅舅开车车回家 王德白意识到 这个大麻烦不解决掉 自己的计划很可能就暴露 于是他派大头开车 在半路上制造了一起车祸 并且一把火把春花的舅舅给烧散 晚上春花准备睡觉的时候 找不着王德白了 他来到书房一看 发现王德白正在吸毒呢 王德白说 我这辈子受到的打击太多了 只能靠这玩意儿支撑呢 俗话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春花不仅会洗衣服做饭 而且还懂机械维修 除了不会开玩意儿机 一般的手工活都难过的 车洗爆磨汗 什么都会干 转过天 王德白准备带着春花去骑马 临走之前 他在春花的马鞍上做了手脚 导致春花在骑马的过程中 被摔得头破血流 小萝莉由于发烧在家里开电视 冷淡婶偷偷在小萝莉的水里边下了药了 停电之后 小萝莉突然再次看到了 王德白前妻的未婚 吓得他急忙跑出了别墅 哎呀 要说小萝莉这身体素质是真不错 居然一口气能跑到 王德白和春花的附近 当王德白正打算把春花干掉的时候 突然看到小萝莉掉进水里 对王德白来说 小萝莉可是他的救命稻草 如果小萝莉出了什么事 那他一切的希望都破灭 春花说 你怎么跑那么远 小萝莉说 我看到了一个女鬼啊 春花说 什么鬼呀事了 全是风景迷信 小萝莉说 那个女鬼告诉我 王德白要干坏事了 如果咱俩再不跑 全都得被王德白给杀了 虽然小萝莉说的有理有据 可遗憾的是春花根本听不进去 转过天 春花在做饭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大头在窗户玻璃上的警告 大概意思是让他娘俩赶快哄 春花来到武藏 看到马鞍上的皮带 有人为割断的痕迹 春花跟大头求证 说那窗户上的字是不是你写 大头虽然不能说话 但他的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 晚上王德白摸到了小萝莉的房间 一脸的心事冲冲 似乎是在做着激烈的思想作争 转过天 小萝莉说 昨晚上王德白摸到了我屋里 春花一听吓了一跳 不知道这王德白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样 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儿 大头和小萝莉都没朋友 这二位一来二去成了好朋友 晚上吃饭的时候 春花说 你昨晚上摸我闺女屋里干嘛 王德白说 我只是看看她有没有发烧 关心她 春花说 我想好了 明天我就带着闺女回家 王德白一听是 怒从心头起 恶像胆面生了 上去就把春花给送蒙圈了 第二天一早 当春花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关在了一间破仓库里 浑身上下 就给她留了一个裤罩和背心 把这节目可动得不轻了 为了让春花逐渐发现真相 王德白特意把家里的相册 放在了仓库里 在自救的过程中 春花发现了王德白前妻的尸体 原来王德白的前妻 根本不是离家出走 而是被王德白给杀了 王德白的前妻死了之后 鬼魂便盘踞在了家里 小萝莉看到的女鬼 正是王德白的前妻 春花偷偷的摸回别墅 她本来打算逼着王德白找到小萝莉 然后姆尼俩赶紧离开 可没想到由于自己的优柔寡断 反而被王德白给打残 当春花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王德白推着春花来到某房间 春花看到王德白的儿子小正太 和自己的闺女都躺在病房上 原来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王德白机会好的 由于自己的儿子需要器官移植 因此王德白一直在全世界 无色可以给他儿子提供器官的人 最后发现小萝莉 跟自己儿子的信号一样 于是便利用阴谋诡计 把春花娘俩给骗来 王德白说 亲爱的 我的心情你一定要理解 这件事自要是办成了 等我将来死了之后 我所有的家产全是你的 而且小萝莉会永远活在 我儿子的身体里 眼瞅着春花娘俩要倒霉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良心还没被狗吃完的 大头伸出了援手 大头开着车 刚打算带着小萝莉逃走 小萝莉一看妈咪不在 于是急忙跳下来扯 这个时候 王德白断着枪出现 上去就让大头领了和汉 春花隔着窗户一看 气得是花枝乱颤 很快为小正太 移植器官的专家们 来到了王德白家 眼瞅着手术马上就要进行了 这个时候 作为战斗民族的春花的 小宇宙终于爆发 他先是给警察打了一电话 然后吸食了王德白的毒品 让自己迅速的兴奋起来 接下来春花展开了 对这帮人的屠杀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任何时候都不要企图 从一位母亲身边 抢走他的孩子 这场战斗持续了有十几分钟 除了王德白 所有人物的戏份 全都差了清 影片的最后 当王德白准备 对小萝莉下毒手的时候 被机械专家冲花给反杀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景 父爱虽然重如山 母爱却能大不天 如果你敢动他娃 必送你到鬼门关